想要的许佳琪 你好 欢迎你 请坐 欢迎 欢迎 欢迎佳琪来到我们FILA直播间 首先要恭喜你 因为我们知道 The Nine 你成团一周年了 而且你也发了自己的新歌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The Nine的QQ 许佳琪 哇 太可爱了 近看真人更美 我们知道最近Kiki有跟我们的FILA代言人之一 黄景瑜有一起出演一部综艺 评价一下黄老师的表现呗 黄老师怎么说呢 就一开始感觉人高马大的 我看着他就感觉 是应该是不太会做家务的大直男类型 但是没有想到就这么会做饭 而且很喜欢烤肉 他一有空自己那个肉那个食量 就可以吃四盆肉 真的吗 对 他说自己平时就喜欢吃肉 那他做的肉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他就连最后 因为他赶着去拍戏嘛 回剧组 然后最后走的时候 自己还在庭院里面 就烤了两个小时的羊肉 还有烤了牛排给我们留下来 哇 原来黄老师这么暖 那我们也知道啊 等一下黄老师会上台走秀 哇 所以对于我们的飞打大秀还有黄锦宇老师的表现 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他 就是阳光大男孩 然后他肯定能hold住全场 好期待啊 要不走到一半就是再把那个秀个身材之类的 那我们知道Kiki最近除了综艺节目之外 也有参演一些古装剧 那以后的演艺事业会比较偏向哪一边呢 这也不是现在还没有到我能选择的地步 就是也希望可以各大的导演可以pick一下我 关注一下我 那我想问一下Kiki其实你最早就是小说的梦想 初心的梦想的话你是想成为一个演员吗 或者是想成为现在做的事情是你想做的事情的 是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是学舞蹈嘛 当时就是很渴望舞台 其实有一个标题 我小的时候练功房上面写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所以呢这也就是导致我为什么后来走上了这条路 就是我是觉得自己在上面舞台上 不管是在屏幕中还有在舞台上怎么样表演 然后底下就会有人看着啊什么会觉得很开心 哇 那其实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之外 还有什么会让你想要站上舞台 有什么是让你渴望舞台的 开心 我们之后也会有演唱会也很开心 就是开心的同时又有一点感动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觉得跟Kiki聊完天之后觉得非常开心 感谢她的分享也是一个很阳光震亮的女孩子 也像她说的初心跟梦想其实是我们很多人 然后最开始去追求巅峰的一个原因和理由 那不知道我们直播间面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有怎么样的初心跟梦想呢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讨论 然后也非常感谢Kiki许佳心能够来到我们Fila的直播间 也期待以后你更多的作品 谢谢 那最后呢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说一下 也希望大家可以今后一起支持我支持Fila支持我们The Night 然后今天也很开心穿上了Fila的一套针织套装 就感觉很芭比 就真的很芭比 就在我旁边有一种就是没有想到啊 就是能够穿出这么可爱的感觉 对 就是还挺开心的 这小包包也很好看 又高雅又时尚的感觉 对的 好 谢谢Kiki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刚才呢